各位朋友,歡迎大家來到住宜初室 今天我們很高興搞黑木崖的討論會 平時黑木崖比較小規模 今天搞得這麼大,主要是因為題目的關係 因為在2011年的11月 我們知道出了一本書叫做《香港城邦論》 是陳蓉先生寫的 這本書引來很多爭議 適逢有很多社會事件同步進行 譬如反DNG事件 另外有一些自由行問題 網上也陸續出了很多不同的討論 希望在今次討論會請來不同的人事 就以上所有問題作出一些討論和評論 有兩位嘉賓因此未能出席 我們非常之不好意思 其中一位是黃世杰先生 他表示因為有些事,所以來不了 另外鍾惠樂先生在家裡有事 所以也不能夠過來 我們也曾經聯絡過HKM的朋友 不過他們還未有積極的回應 希望今天也有機會可以聽到他們的意見 今天我們有幾位嘉賓在場 我首先再介紹 在我左邊這位是陳景輝先生 他叫我落歌的名字是評論員 評論員 評論員 大家都知道很多背景 如果知道的話 請大家記得要把電話開 因為我們的活動開始 所以我們要關電話 對,我們剛剛要開始了 有人說不能播放 但我無法播放 再見 拜拜 我們繼續 記住 教他 另外 我右邊 雖然在右邊 但是就是陳振基先生 雖然在我右邊 但是他是左翼學會的成員 是中大左翼的代表 陳振基 這張椅子暫時沒有人坐 很可惜 希望待會有人來 也是一個意思來的 這位是彭麗青先生 他是報刊讚稿人 我也是和大家一樣 普通人一個 就是寫稿 Ian 也有在我們書店做很多活動 他做了很多讀書組 讀文讀書會 介紹一些理論家的講法 譬語 德里達 或者是班阿明 或者是 Carl Schmidt 就是 私密的 那 我待會這個討論會的進行方式 我會邀請每個嘉賓 可能就 承邦論的議題 和他衍生出來的討論 作一個 即是 短講師 因為我們黑木牙的時間很短的 平時我們去十點 今天 可能延遲一點點 到十點半 我們邀請每位嘉賓 都講可能五到十分鐘 然後呢 我們就 可以進入一個討論環節 然後我們會再給台下的朋友翻譯 現在 我們首先 請 請 請阿Cham先 好 慢慢 慢慢 好 好 可能有少少話 大家好 我叫阿Cham 我叫阿Cham 我是今大組的好的誠言 就是 顧名思義 我基本上可以畫一個 典型的組織 的觀點去評價 陳唐的成幫 那 就 我猜因為時間不是很夠 說真的 其實畢竟是一半 我都要不斷問 你們有幾個人是有看過的 基本上 我要有一些 想法 因為譬如說 相對於在網上 昨天才在網上的影響 這裡有很多東西 可能有一些 如果沒有背景的話 我會稍微說一說 但因為時間關係 可能未必可以通過太多事情 可能有一些 個別的問題 尤其是想討論一下 因為成幫論而引出來的 可能現在的事件 想做一些討論的 再說 我今天會說的 主要是圍繞著成幫論 這本書 大家再說 因為不夠時間 但這本 畢竟是一本 我會稱之為 整體性的著作 對於香港的問題 我覺得香港現在是 suffer from 什麼問題 他提出一些什麼solution 甚至去到政策上的 垂體建議 而且是很整全性 很comprehensible 什麼犯罪都有 走過很多東西 二百多頁的書 十分鐘的短講 真的有點難度 但我都姑且做了一些 短介 如果稍微對於這些 debate 有familiar的話 我當然是相當反對的立場 但是譬如說 我勾說他整個idea 我都說了 他提出一些問題 香港就是有些問題 那個問題 可能是一個簡法 但譬如主因在哪裏 就是幾件事 最主要的fract就是 國內 就是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中華民國王國 不單止是政權 還有他的人 還有他的文化 又叫他入侵香港 所以 就要解決這個問題 香港就要自治 不是獨立 總之是自治 他的形式就是 他的想像就是 成邦 成邦論 而他為什麼可以相對地 有這個所謂的自主性呢 就是 很難說得太多了 總之就是游走在大帝國之間 其實在這樣的情況 他在中間扮演一個商貿角色 也好 總之就是 無論是中國 還是其他地方的大國 都覺得 有他自己 就更好 在這個idea下 香港就怎樣 整個overall的idea 當然裏面有些具體的政策 大概怎樣做 但overall的 雖然是簡法 但我覺得他基本上的flow 是這樣的 我覺得他出發 整個這個說法 其實有很多問題 其實我有五點想說 我很快地去看 其實 我不知道 如果大家有聽 很多時候尋問那些東西 就成為了一些 catchphrase 電 聽到那些什麼 他說的ideal politics 和real politics 的分別 其實 其實 照字面已經可以解釋 雖然是德文 理想政治和現實政治 大概是這樣 不夠膚腔勢 其實都可以說 但無論任何的politics 他不可能沒有一個vision 就算尋問都有 他心目中理想的香港是怎樣 他又說這些 我第一個要挑戰 就是關於他這個理想 其實很有問題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他的理想是怎樣 總之就是 某些城邦 某些商務的風氣 他應該是在第二章最尾 他開始有說 跟著去到第六章 他又再說 一些詳細一點的事情 其實是怎樣呢 其實是怎樣呢 香港其實是怎樣的呢 就是有中西交會 宋朝之前的那些 什麼嶺南文化 加上就是英國人 給我們很好的傳統 文化上就是這樣 建制上就是 基本上就是 支持憲政民主 自由民主、法治 他的民主在這裏 是指代理民主 代理民主 代理民主 代理民主的事 只要保留到這件事 那就可以了 香港就會安居樂意 只要我們抗議 大陸就會侵害這些事情 這個idea大概是這樣 但其實這種說法是很大的問題 就是這種說法 用兩個 尋問為什麼會這樣 應該是說 這樣去說 第一 他很強調就是 這些就是國際的準則 世界都是這樣運作的 我們香港的好處 就是可以跟國際接軌 大陸就是不行的 被大陸吃掉我們的 我們就喪失了這個linkage 但是我第一個要挑戰 看看世界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這個我很強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國際新聞 香港人眼中沒有什麼國際新聞 因為 但是我們看看 他心目中的世界 西方 甚至他最崇拜的英國 我正在說 知不知道現在 我的說法 知不知道這個世界是多糟糕 美國之前 由2008年開始金融海嘯 基本上都被淹了 兩炮風中搞不定 英國 其實他很多的福利是要減少 因為所謂歐債危機 整個歐洲都糟糕了 然後 其實英美的系統比較近一點 譬如你說 無論是北歐 或者譬如說一些 德國可能還沒什麼事 西班牙這些傳統 所謂在歐洲 西班牙第三大 歐洲第三大 歐洲第三大經 基本上倒楣了 這些就是他在描述的國際 這些就是在走自由、民主、法治的西方世界 出現了些什麼 美國 大家應該都知道 那些 occupy Wall Street 西班牙 大家聽occupy 又聽西班牙聽多 聽美國 其實真正最大規模的就是西班牙 大量的所謂indignals 運動 基本上都是一些人 英國 如果大家仍然暴動 在倫敦 很久沒有事過了 十幾二十年 這個就是世界發生的 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不覺得很荒謬 或者大家可能沒有想這些問題 我經常都說 沉穩的思維 其實跟某些大家 有些位置是接軌的 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還同在冷戰隔閣的思維 這個世界是民主和獨裁的 民主就是好到爆 資本主義好到爆 獨裁就是有問題的 中國、蘇聯、北韓 食屎 大家都知道世界觀很容易是這樣的 但很明顯我們看到不是 其實西方世界的人已經知道 如果 很實在 自由民主法治是有的 為什麼呢? 這些東西都會搞不定 為什麼都會倒閉 你相信這些不是偶然 不是突然間有個滾石撞到地球 在這個位置 譬如說 我覺得這個是要正視這件事 其實還有另一個圖譜 就是以往的香港 英國殖民的歷史 他覺得是不錯的 但是沒有辦法時間 在這裡跳過 因為如果要廣告的話 要廣告的話 應該是香港的發展 首先 其實他的視線有問題 我再重申一下 人們聽到左翼經常想起中共 就是 對於代議民主這個制度 我們評價 基本上就是我們覺得他有欺騙性 不是說我們不要民主 但是一個財富這麼不均等的社會底下的政治民主 是遠遠不足夠的 他的民主是很有欺騙性 你看看美國就知道了 你沒有一億兩億你選什麼總統 這些問題很實在 這些問題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 找三千元的人去選總統 那不會有可能的 我想說 純粹靠政治民主這件事絕對不足夠 法治 我們知道的 那時候以前有一句 我講得非常好 是廣東話才講到的 法律面前窮人 是很實在的 法律是一個非常消遣的遊戲 如果你試過有機會 要面對一些官司 你就知道 還有很多的東西 譬如 這是典型載業的分析 他就講到 這些好像給了很多的權益和權利 我們 但是這些有很多的方法 其實解決不了我的問題 這些就是一些背景 然後就去到中國 這個一定要說 譬如陳雲雜華 通常就是中國 有些東西我認可 趁這個機會再同身 中共也是混蛋 一個獨裁性 基本上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我講法就是 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 最醜惡的東西 合在一起 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你見這件事情 是抗拒 無人人民的 我們是會有恐懼的 但問題是陳雲 我覺得 我甚至說是 其中一個最火的人 在這裡 關於這個火的問題 我們再說 是真的很生氣 如果你看情況 因為他不單止是 說中國政府的問題 他甚至是說人民 有時候就是一些位 譬如某些文化上面的 你不同意他們做的事情 那些什麼周家柯市 那些說話大聲 那些 那些什麼 在地址上吃東西 那些 他不只是說這件事情 其實在本書裡 他也沒有說這些 他是說 他整個說法就是什麼 中國獨裁壓抑了他們 基本上人民已經變了陣 他們不反抗 不懂得做這些事情 所以是不能救的 其中一個很忠心的論點 就是我們覺得 中國是irrelevant 我們不是受制他 我們不理他 他們不行了 不要搞他 我們搞自己就算了 但同時要支持這個觀點 他要支持這個觀點 他的想法就是 其實中國的民眾很慘 他為了 我真的覺得 他為了這樣說 為了承諾 香港自己的觀點 他去醜化大陸的民眾 是很離譜的 譬如說 你看46月和44月 我特意記了他 他直接說 什麼 什麼黨 什麼 各匪民 匪民 就是路匪的匪 他說 他說 他說很多例子 當然是薯別的例子 就是說中國人有時候 多麼濫和 然後又說 怎麼說呢 什麼 中共這麼久 都可以繼續在這裡 人民不反抗 中國大陸的人民 根本就是中共的共民 我沒有誤他 你看回47月 就是這麼說 有沒有人敢說話的 就是